今天自己炸豬油 網上參考了一些方法 這些叫做大油 在街市的豬肉檔有得買 十元就很多 炒菜或者做黑芝麻湯丸 都可以用豬油 因為豬油在室溫的時候 比較容易瀝了 所以做黑芝麻餡會比較好做 和酒樓的黑芝麻餡 即是雷沙湯丸都是放豬油的 它一熱的時候又很快溶 所以黑芝麻湯丸 就會做到一個流沙的效果 還有豬油也有些人用來炒菜 以前就說豬油不好的 有膽告神的 其實很久之前已經被人推翻了 這個樣子 就等於雞蛋 以前說蛋白是不好的 不知道蛋白還是蛋黃是不好的 但是現在的說法就是 雞蛋你吃到多少隻 你都可以吃多少隻 豬油沒有益的這件事 也是被人推翻了 這些是天然的油來的 如果自己做就更加好 你沒有一些添加劑 這個做法就是 買了一些大油回來之後 切開一塊塊 接著就飛水 即是等於你煲豬肉湯 煲雞湯你都會飛水 除了飛水之餘 我們就加一些紹興酒 加一些紹興酒就可以 披掉豬肉的酥味 一會兒試一下才知道 飛完水之後再和大家說 飛好水的大油 即是肥豬肉 自肥那隻 就沖洗了之後 就倒入這個鍋裡 用水去炸油出來 炸豬油是用水炸的 因為水的蒸發點 100度就會蒸發 但油的蒸發點 每一隻油都不同 豬油大約是180度 所以一會兒 煮一下煮一下 水就會消滅 剩下的就是炸出來的豬油 剛剛下鍋的時候 就可以用大一點的火 煮到差不多沒有水的時候 就轉回小火 一路煮到炸所有油出來為止 人家用來做油渣麵都是這些 即是你炸了豬油 剩下的豬油渣就可以做這個油渣麵 我只要一些豬油 沒有打算做油渣麵 不斷出油渣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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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已經轉了用最小火了 讓豬油渣麵 慢慢出來 肥豬肉已經被炸到出油渣麵 現在就可以用我用筷子 隔起些渣麵 倒起油 10元的肥豬肉 就炸了這麼多油出來 薯仔蜜糖雞翼 今天這個菜是用豬油來煮的 薯仔用豬油來炸 雞翼都是用豬油來煎的 吃出來是不同些的 薯仔的邊是脆些的 雞翼煎出來是香脆些的 因為豬油又稱為酥油 就是你做這個酥皮蛋撻 為什麼這麼鬆化呢 是豬油 所以用豬油煮的菜 領舌不同 豬油攤凍之後 放在玻璃兜裡 放雪櫃一陣子 來放鬆去吃 哇 一部分 一部分 就在冷藏